喂 你好 喂 寶妹 嘿 你好 老師你好 我信聽友 嘿 你好 怎麼稱呼 請問阿寶老師一下齁 好 因為我中大陸妹 我有三分之一是殺 突然他都 紅紅紅紅 不知道阿寶老師有沒有 什麼東西可以解決那個 紅紅紅紅的嗎 對 紅紅紅 好 你怎麼穿好 抱歉 我叫阿琳 阿琳 好 OK 好 待會金老師 好好好 首先我們種大陸妹 我們要去考慮 就是 有的人說 那是一個什麼歧視用語 還是什麼 這不要想那麼多 他真的就是一個暱稱 這有時候我覺得這個名字 算完了 是很高水 你不要想那麼多 有的人會覺得 這有什麼歧視意味 我個人倒是還沒有 因為這個 我們在說的這個大陸妹 就是大陸妹仔菜 大陸的妹仔菜 大陸的妹仔菜 他叫做福山歐具 這換一個好一點的名稱 應該有的人說叫做廣東歐具 應該就是 這個一樣 至於換另外一個更好的名稱 他叫做義大利羅曼 這個 在國外他們是這樣在穿這個 這個產品 所以 如果人來說 這個東西 我們是可以觀購得好 是最少 這個商業價值 它的商業價值 它的商業價值 是最少還不錯 就是說 第一就是說 他有專業的財政 在發財 財政出來之後 他有幾倍的人 把我們購買負責 採收 一倍一倍 我們在這方面 可以安排之後 很好吃 這通常是 有這種方便性 在購買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購買這些東西 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 你如果比較涼一點 其實是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呢 這個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購買這次 比較熱 熱的時候 它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這兩個問題 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我們以前在強調的 就是這個 細菌性卵腐病 細菌性的暖白 這個蜜 這個蜜蜜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有那個冷嘛 所以它的湯海比較 會比較少淡白 所以可能就是 注意這個蜜 這個蜜 這個蜜的解界 危害呢 可能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這個可能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 小心 因為 這個時候 如果有核瘡 就是說作品 如果是有核瘡 它就很容易到 細菌性卵腐病 那如果沒有 補齊後 過後 比較沒有這個 核瘡 你就不容易到 細菌性的暖白 這個情形 所以這是第一 要去注意這個重點 當然細菌性的油 都要注意 很多人說 這陣子 這個蜜蜜蜜蜜蜜蜜蜜 如果是一盤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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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造成的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有可能是疫病 有可能是這個 一些這些 長頭的這個病害 這在熱人溫度管的時候 這個理呼病 就比較容易 還是說這個微調病 我們一般說的這個微調病 這也要稍微來解決 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目前所情的 這個都是 比較不容易說很好 就是說 它主要不會長大 要長大 有了有時候的 這個油肌肌病 這個症犷 蒸成 不會長大 會長大 那怕成長大 那希望當中 都會很容易洩生 所以在黑器人這件 這個微調病 就很嚴重 來發生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 積的下來 你一定要用 泉 Fatkin 腋狀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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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對這些 有一定 它壓制的這個好個 不像說有功能 但是它可以有一個防禦效果 這時候 Limã 我們可能有一個 這個對肥料病有一定的 這個肥皂的效果 不只是說有效果 但是它可以有一個防禦效果 這個時間裡面就有一個比較要緊的地方 所以這個病害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注意的一個要點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病害的這個問題 第二個是這個營養上的一個障礙 就是說這個時間裡面很容易缺鈣 因為高溫 它這個東西生中又很快速 它那個心部的地方很容易缺鈣 所以有時候有蒸眉心 顧不好使很多 有時候是蒸眉心 蒸眉心對後來 就有一個軟腐的一個情形 就是缺鈣 比較容易造成 細菌性的軟腐病 軟溫暖這種的情形 所以在這裡來說 我們是要建議我們好朋友要小心注意 就是說在我們在財布的規定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一定要適當的補鈣 譬如說你可以用這個食物 食食 食物的這種含鈣 比較高 我們電台有這種肥料 類似這種鈣 比較高的這個東西 你把它當作是平均肥 如果是比較小 你稍微 稍微 看是要用像在蒸眉面 大概五百倍 很單純 這樣把它照一遍 還是說你喝水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硝酸鈣 熱人這時候 這個硝酸鈣還是硝酸鞍鈣 怎麼可以 硝酸鈣 硝酸鈣還是硝酸鞍鈣都可以 但是其實你在用這個硝酸鈣 絕對不能像人這樣 一份就用半包 用一包這種 就是說 你如果是可以用薄 用酒 這個部分來說 效果真正是不錯 這個鈣的吸收 會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在這方面看起來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改善 起來它的硝酸鈣就比較不容易 因為像過頭髮 它根絲的吸收上 比較不容易 所以這大概是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 要的這個行動速度其實是很快 所以它的這個 缺階的現象很明顯 所以有時候你看那個硝酸鈣 這個硝酸鈣 這個硝酸鈣絕對會反映 它反映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這個吸收不良 有時候我們只要補這個硝酸鈣 效果不好 因為它有可能是缺階 因為那條金補的吸收 比較不好 所以你為這方面來改善 注意 所以應該是用這個高鈣 你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打電話來 他做這個電路高鈣 高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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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劃 還有高鈣 最容易的方式 不然你就落在土口 大概就是1分底 6公斤 在水裡走 可以讓它能夠吸收 最好就是像 因為我們有的人是用這個 由高地把它放水起來 有一個方法是這樣的 他在握菜是用這樣 如果是這種 可以在這裏放高地 但是這種肥在營的時候 就是1分底6公斤 1分底6公斤的量 因為水底你把噴在效應也沒辦法 這個量一定要控制好小 大概兩次左右的一個效應 你就可以看到 應該頭一邊熱下去 你就看到它的效果 以後果的話就出來 那如果水分比較多的 這種情形或是困難的 可能在自家的地方 提心就能收合朋友 可能你要注意的這個藥店 可能就是說 一定要在水分比較多的時候 他進步的發育一定會比較壞 進步的發育比較壞 就是因為比較沒空氣 有可能就作成這個缺改 所以適當的保護維含命B 這對這個藥店的發育 有很明顯的幫助 這大概我們處理的方式 是這樣你要把他了解好小 一行一行來 現在現主席你可能就是 補一些鈣媒比較高的這個東西 他很快就回回來 因為這個東西裡面 這個鈣它的成分是硝酸泰蛋 所以吸收消費很快 這個窩具這個藥店 藥店本身對硝酸泰蛋 我們吸收利用的效率非常好 其實所有的藥店都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在很低級的時間 幫他做補充 最重要的 我們會利用這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藥店容易吸收硝酸泰蛋 他要吸收硝酸泰蛋是一個代複電的東西 所以甚至就要有一個電 去平衡這個正電 所以他順便會把這個鈣 這種東西帶進去 這樣起來 大概這個東西就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比較平均 比較不會去造成 因為我們下肥的管理造成缺鈣 或是缺米 或是因為太熱的管理造成缺鈣 或是缺米 頂頂的這個情形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的這個地方 這給你稍微了解一下 大概我們的方式是這樣的 提供給你做參考 可以用這個東西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說 正經太過頭熱 有時候會有一點 或是新的一半 有一點在操作 很有可能就是日燒 這是太過頭煤 我們可能就必須要克服熱障礙的問題 如果是熱障礙 有一個環節的部分 你就能藍一點的玉米水 做得下去 做得下去 處理 這樣處理起來 這個菜 最重要的一個好 我們要知道 要怎麼把菜處理好 不是說砸水 我都一定就要 蓋下去 但是最不我可以知道 這樣過得好 如果這水就很有拚度 現時他看起來 譬如說從現在方胎在純純欲動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不要吃辣 但是沒辦法 他就是純純欲動 他在等 準備要很恐怖 在純純欲動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採購好 因為我們的拚度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些東西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使用 我覺得這都是最重要的 這會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感謝 了解到 這大概是我們的情形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情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